MING PAGE 我覺得非常推薦 台灣好行在台灣全省 甚至離島各地的一個路線 它就是景點固定的停留下來 像這種就很適合壯士帶的 旅遊方式 你不要自己開車累得要秘 跟著台灣第一位 阿嬤旅游影音部落客 和他的孫子Lucas走一趟苗栗南庄 然后南庄刚好有两个 比较截然不同的老街 第一条老街13间老街 是他最早的传统的老街 里面有什么礼法厅 然后有一些牌子上面的 然后他都做得很 就是现在已经有观光化的感觉了 然后都非常的就是 可以让游客在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文创的体验 从竹南车展出发 搭台湾好行 一路走走停停 车程大约50分钟 比起自己开车多出不少时间 但对于年过50的壮世代来说 能养精蓄锐 保留体力 我喜欢去东部 对 其实东部对壮世代的人来讲 东部其实是一个很适合慢活的地方 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去双兵跟长兵 就长兵跟工兵 双兵是不是 是因为他的生活步调特别慢吗 特别慢 已到花甲之年的Lucasama 快玩骗全台 而像他一样啪啪造的壮世代不算少 根据观光局统计 国人国内旅游 2015年50岁以上壮世代 占整体大约33.9% 逐年增加 到了2020年已高达41% 其中65岁英法族轮廓 为日游 平日出发为主 旅游支出也高于平均 含金量极高 因为他的旅游支出又比其他族群高 可以来做一个缓冲旺季太旺 填补淡季太荡的一个旅游市场 我们可以针对他们这样子 我们就有一个辅导奖励的办法 鼓励旅行社包装游城 我们会一些补助的 让它有这个游城的创新 太晚 在地旅游业者先动起来瞄准市场 串联出一条 漫游 漫玩 老少同乐 适合壮世代的知识学习之旅 所以13间老间 它最早就是说这山林经济的开端 然后最早先是13间房子相连的店 对 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 第一个老主人做的第一个生意 就是理法厅 一日漫游男装 认识山林经济开端 看起来好像有气质 然后马上 一老以上再换上和服御衣 体验异国风情 我带着他出来旅行的时候 我会发现他的好 对 比如说他带着我一起去 他会注意我的安全 有时候我拍照的时候呢 一直往后退他就说 奶奶那样很危险 其实带着小朋友需要一段时间 需要一段时间的谋合 你就是把一些责任放到他的身上 其实他慢慢就变成一个 非常麻吉的好旅伴 多了旅游麻吉 壮世带旅程更有趣 除了像Lukasama 搭台湾好行 这类公民营客运 壮世带旅游交通工具 游览车比例 也比其他年龄层还要高 另外双铁也是选择之一 最多人利用的则是自驾 旅游会被疗愈的这部分是一定的 因为你在生活圈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有一些很放不过去的事情 可是你一走出来看到蓝天 看到不一样的人 你可以跟他聊聊天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里面的一个心情 对不对 对不对 退休的时代里头 他们就会开始选择旅游 所以全世界呢 以这个银髮族为族群的这个市场呢 都把它列为是个目标市场 所以你又看到很多旅游目的地 因为他们在推广的这个海报里头 都会看到银髮族 壮世代旅游产业 无论国内外都积极发展 要是成功转型 这背后商机 在意后边境开放才正要开始 八大新闻马上与张老龙 苗栗采访报导 民生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 八大民生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